我是比较恋爱杨大神 这里是大神脱口秀 这个名字真的有点龙 但是内容应该不会是很龙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热爱交朋友的人 所以说是导致我身边的朋友 作为两个正义 你的正义就是特别喜欢我 还有一个正义就是特别管理 叶子里面泡泡就是被误会 是表达这个素 你的素还是这个素 反正人是很重要所有的喜欢 但是把它相信 愿意信任的人聚在一起 这个力量是很深奋的 我今天还是想聊聊我们喜欢的一个网络作家 唐亚三少 这个人太厉害了 中国最有逼的网络作家 五年光板碎就收到3.4亿 什么马化腾啊马云啊王叶林啊 这些人都输都输 但是跟他比较像领导都输了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 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太变态了 变态在哪里 就是变态在于他这个不敌般的坚持 连续写作14年 168个人从来没有网络 每天去聚集发电视 结婚认识发高烧照样性 2016年他结婚 他和妻子顶完正回去 第一件事情就续续他的兵后播出 后来妻子在散 他就在病房里面去创作 到罗大陆回家了 30岁当天 实时速度高烧 连续发高烧8个小时 晚上10点又开始写天出面 真的是叶子的一句话 成功就像撒运一样的天使 就是我一开始就很喜欢这个 唐家三少 所以我开始做自媒体传业 通过铺料网来向大家一乎 其实也是在向唐家三少去开心 因为他就组了榜面 我也连续更新了 大半年可能连续到有200年 每年在叶子 我相信通过不惜的坚持 和我和小伙伴的努力 一定会将羽毛球之上运动 推广开来 能够在这个羽毛球运动的 推广路上进自己一圈 微博之底 而且我更大的模样 是力争改变这个行业 留下自己的力争 我希望各小伙伴 能够像全家三少一样 对吧 能够想他的变态般的坚持 不太下来了 168个月 连续不停的 这样的意义 放在任何的行业 它必须成功 所以说我们必须 要像实际一样坚持 才有可能 或者自己想要的东西 温馨公众二位大师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里不光也有羽毛球 还可以来到电脑 很难看到真的很容易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 这个写的东西 真的特别厉害 我是他的超级本事 大家再见 拜拜